这些人被指控几项罪名 包括谋杀未遂 严重家庭暴力 严重暴力罪 但是我们认为 政府这个指控很严重 证据是不足的 我们承认这件事对这个女孩子来说 是她人生当中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 这件事情会严重影响她的生活 但是通过努力的辩护 我们有信心 陪陈团应该会认定我们当事人无罪 我们也希望我们当事人早日获得自由 能够重新她的生活 并且通过这件事更加成熟起来 我们也希望在美国留学生同学们 以通过这件事引以为戒 在美国要积极地了解当地的风俗法律 并且有了事情 不要封闭自己 要积极地寻求协助 不要以免酿成大错 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